9月8日深夜,张新宇在个人朋友圈中宣布和李晨分手 她表示,你是好男人,我是坏女人,应该庆幸,我不再耽误你了 而在此前一天,李晨也在微博中写道 不愿在异乡流泪,谁能为我按一下快进 之后张新宇一条小类人似的微博引起了网友的强烈关注 而李晨的消息却并不明朗 9月7日20点36分之后,就再没更新微博了 记者从与李晨共赴美国拍摄《长游天下》第二季的工作人员处了解到 她在9月6日拍摄完毕后,便只身前往拉斯维加斯玩耍 并没有和大部队返回中国,全部拍摄过程中 她也并未流露出情绪上的波动,只是全情投入工作当中 且始终是王学兵《好云三者》当中最嗨的一个 除了令她兴奋无比的哈雷110周年庆典 在寻找66号公路期间,李晨还和一对彪悍的墨西哥机车大佬们玩了一场过瘾的公路赛 此败,她还饶有兴致的驾驶各类车辆现场大玩飘移 其中步伐变形金刚中的大黄蜂 飘移结束之后,为了赞许自己的车技 她现场乐器十分开心 无论是拍摄还是之后学拉斯维加斯 李晨都表现得很兴奋,丝毫没有流露出分手的伤感 搜狐视频,娱乐播报,整理报道 上网看好声音在搜狐视频里面 大家好,我是卡斯特